女生宿舍的辞敬离 就说咱们学校有很多好玩的社团 你们准备参加啥呀 我还在看呢 你呢 我打算参加动漫社 大家伙一块看动漫 人家又不是聚在一起看动漫呢 那还能干啥啊 去动漫社的都是大美女 是要出COS的 你去能干嘛 打咱们 我 我还不稀罕呢 要不张敬啊 你跟我一起去天文社吧 还可以开心一心 感觉好浪漫 去天文社都是买得起观测设备的白富美 说你行嘛 我 我也是好心告诉你们现实 免得你们丢人嘛 那我说我要去滑板社 你要说什么 哎 滑板社男生差不多的呀 小童你都有对象了 总不能不给别人机会吧 大家都是女生 思想单纯点 少搞点女生对立 哎 不快不快 你参加了什么社团呀 我参加了公益社 感觉很有意义 那你能拉我进去吗 我们可以一起做义工 就当家的朋友嘛 我问问看啊 哎 学学 你参加了什么社团呀 滑板社呀 我们学校要涮个最多的社团 那我现在还能加入滑板社吗 我就想看看涮个最朋友圈 嗯 我们社团现在停止招心了 啊 我认识他们社长 我帮你问问 真的啊 哦 他说可以 让学生直接拉进群 然后你再补报补表就可以了 好 哎 学学你快拉我吧 哦 我手机没电了 下次吧 不稀罕 嗯 哎 张静张静 你晚上陪我去见下 在积木认识的那个男生呗 网上认识的不康普嘛 可是我们已经聊很久了 而且他长得真的很帅 哎 张静 张静 哎呀 我真的应付不来这种场面 你很名人去吧 啊 哎 瓜瓜 要不我陪你去吧 啊 你要是不愿意 你就自己一个人去吧 那好吧 晚上就来找我啊 玄玄 你好了没有啊 好了好了 走吧 不是你要穿成这样去啊 不知道以为谁去议会呢 我这不是怕给瓜瓜丢人吗 是吧 瓜瓜 走吧 走呀 再不走就迟到了 嗨帅哥 帅哥你能见图书馆你是我们学校的吗 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啊 你是哪个系的呀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 瓜瓜是有点幼稚 而且喜欢八卦画真太弱了 还不爱干净 帅哥你应该喜欢成熟点的吧 他吵了你走 女生宿舍敏感的人 宿舍卫生纸都堆成伤了 今天谁打扫卫生啊 嗯 好像是新鲜吧 哎呀 我马上就下去打扫 别追嘛 赶紧的吧 什么意思呀 我都下来了 又不是不打扫 好像是风太大了 那他也应该小心点 没摔坏了谁陪呀 还好没带他去 不然咋玩这么开心 这样说是不是不好呀 说什么呢 本来也没邀请他 什么没他没他的 是没我吧 你们什么意思呀 薛你在宿舍 对 我在宿舍 宿舍四个人 你们包团迫击我 啊 没有啊 什么没有 我刚刚都听得很清楚了 你们说不带我一起 他说压根没想邀请我 啥玩意啊 刚才 我们是在说不带白羊去聚餐 谁知道真的假的呀 你爱信不信 那你就是没有邀请我 我们给你发了信息的 你一直没回 这什么信息呀 那你们就是没有成心 你们应该回来喊我一起去的 八台大叫请你好不好 本来就是呀 哎呀不行小唐 我要给你弄个情侣款 那我也要一个应该叫姐妹款 你们就是在排挤我 摔门凶我 出去玩不带我 现在还有什么姐妹款 就你们默契 最后一个告诉我 你们就是在排挤我 哎 小童 你要去参加呀 学生会硬塞的 我没打算去 感觉挺好玩的呀 我想被当成菜 挑三拣四的 小童 这个芳阿姨那我给你拿上来了 哎呀咱们小童确实不用参加 这花收的 别人怎么比得上呀 哎 轩轩 也有人给你送花呀 啊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谁给你送的 啊 这有点卡片 你就是我心中最美的笑话 张子轩是谁呀 他给你送的 没谁没谁 张子轩 不就是他轩轩本名吗 我的天哪 啊 那这个花是 你们笑什么的笑呀 有什么好笑的 当女生宿舍有人补考 我帮的 我帮的 轩轩 轩轩 张静 你也太纳神了 都打扰我运动了 拜托大哥 我下个礼拜就英语补考了 是你在影响我学习好吗 宿舍本来就是休息的地方 你要学习去图书馆啊 图书馆九点钟就关门了 那你凶我干什么呀 你不考还不是怪你老是打游戏 你 你学得认真 怎么不考名单上还有你呢 赶紧复习吧你 哎呀 不考很简单的 我不可能管课的 设计 设计 轩轩 你要不再看看书吧 还有三四天就考试了 你稍微背背单子 背背语法 不考肯定可以过的 不考不考不考 副过你英语很好吗 明明考语都很差 我有在好好练习的 在练习你也比不过小童呀 他的考托服是要出国的 你六级以后也没机会用吧 叫你这公公英语都挂科的 有什么资格说复过啊 我只是没好好考而已 再说学长会给我整理重点的啊 我倒是随便看看就好了呀 帮我帮我帮我 轩轩 你这灯卡的我们咋睡啊 明天就要考试了 我的窗帘里面看下书还不行吗 哥 你那窗帘根本不遮光好吗 那我也没办法呀 明天就要考试你今天复习 我看你根本不可能通过不考 但是小医生儿 我吃吧 这个冷却웅 我吃吧 烦点水 说下样的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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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徐徐你别吵烦死了 哎张静你干什么呀 站上早上是你挂我闹钟吗 我没有你开门 要不是不管总打卡叫我起床 我都缺考了你太恶毒了 哎我真的没有 轩轩明年阴雨重修 干吗 来四五叫别管她 女生宿舍的一致对外 上来吧月 你今晚可别做药 我明天一早的课 什么叫做药呀 我什么时候做药 最好是 轩轩干嘛呀不错 好像是樓上的聲音 我去跟他們說一下 我說過了他們說過小點聲的 我還不信了我找他們去 誰要煩死了 我又是你 你們能說小點聲 我都被吵死了 何必都沒說什麼 你們樓下找事啊 能不能學唱 在哪兒就上了 再唱我就去找阿姨了 別跑了 我又是很急 不是富貫 我說你也太慘了 我就跑個八百米嗎 啊 那你不說什麼 哎哎 行了都這樣了 爬什麼樓梯啊 帶你坐電梯去 四樓坐什麼電梯啊 就是啊 四樓坐什麼電梯啊 你四樓 四樓還坐 哎不是學上哪條規定說四樓不能坐電梯了 走我們偏要坐 啊 你有毛病嗎 啊 我的手機 我看你那破手機早就壞了吧 不是呢 少來我我 我非得找他理論去 算了 我靠 誰的垃圾丟我們門口 真不缺 你來幹嘛 下報採訪配合一下 許多同學反應 你身為貧困生就要約講學你買完貨的手機 請問這屬實嗎 這是我用打工的錢買的二手機 所以你承認了 身為貧困生就要買完貨的手機 你聽不懂人話是不是 暴力傾向 看到沒 他們自作不好有暴力狂 還有個脫衣服的 哎 你不要亂說話 我看你不是來採訪的 是來故意找事的吧 關掉 我今天就是要搞你們 誰要你們一個不把學姐放到眼裡的 就憑你這斷章曲藝的視頻嗎 我這個素材隨便剪一剪發的校園網 大家都會相信的 這小朋友證據 你們有嗎 怎麼沒有了 我這個素材隨便剪一剪發的校園網 你猜 我要是一句不差的傳到校園網 是誰更倒楣 你 給我 趕緊走 混 哎 你這次有點牛啊 女生宿舍的玻璃心 來 我今天心情好 請你們吃東西 隨便請 這麼好啊 哎 這個好吃 吃這個 嗯 好 哎 張靖 張靖給你吃 什麼意思啊 張靖 幹什麼啊 給你吃零食 謝了 我 最近天氣熱啦 鞋子容易燜腳 最好放到陽台吹一吹 我的腳才不會有味道呢 嗯 羹死我了 張靖 你什麼意思呀 啊 你是血無素的臨時惡性 還是 還是先給我腳抽 我没啊 哎不是 你俩幽敏感了 我还在看哭杯 这电影贼恶心了 真的吗 真的 我骗你干嘛 哎呀不行不行 我一想到电影 我就想脱 那你喂 你说不臭我就相信你 你很病吧 哎 你们谁给我充过话分啊 我手机没绑了 我帮你充发出多少啊 五十 应该够了 OK 收到了 咱们吃饭去吧不过啊我拿个饭卡 啊等等我也去 我不存在啊 干净你当我不存在是吧 专专明天提到吃的什么菜呀 不过天天开心吗 看你不会 什么事 你这柜道不存在 一直都排在我 不会吧 真的我给他们吃零食 他们嫌便宜 还装听不见 就是为了个应我 啊 富贵还嫌便宜啊 还那行我有脚凑呢 张天还装兔 就是为了恶心我 妈妈你好可怜啊 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孤立我 不跟我吃饭 不和我消息 还跟外人说我 我们孤立你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我